生活保持简单,内心常怀知恩,感恩报恩,体会知足常乐之道。 有人一生为求种种功名利禄,而庸庸碌碌的度过一生,却不知道,有求则有烦恼,无求才是解脱。 因为求来的东西都是会生灭的,正所谓求不得苦,愚昧的人却苦于追求,希望带来人生的快乐。 我回到家里,散车,无比堂吃,但是心情非常快乐,看到他们的文字的表达,我感觉他们很快乐,他有钱,没钱,有人吃,吃到生命的,可是他们很快乐。 但是这个追求,当然,大家都希望,我追求可以有福报,很好行,我可以来自立,再来理社会,来救护救人,我现在没有福报,我要来结成年,保持,不一定我需要有钱,用种种的行动,也可以来保持,也可以来收穫, 慢慢地有福报的时候,发愚,我就是要来利益人天,主力利他,这个福报和自己都有密切,建设的关系。 无求不是什么都不要,而是心不执着于外境,放下内心对境界的忘情分别。 一般人执着于物质上的生活,是无法正确地去衡量一个人真正的快乐。 物质上满足的人,内心还是有所追求,所以人是苦于烦恼。 能观外境一切相,乃生灭相续,内心才不会随着镜像而贪拙。 十方新闻记者,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。 非常幸福。 感谢观看